那日後我們再挑戰其他上位關卡 那麼問題性也不會太大 影片開始的時候 大家可以按個訂閱按鈕 以免錯過最新的遊戲資訊 各位獵人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鐘的訓導 相信大家已經玩了幾天了 不知道大家的進度去到怎樣 目前我就已經開放了一些上位的裝備 所以想分享一些心得 關於有什麼上位裝 又容易入手 加成的能力值又非常理想 首先我們先看看目前的裝備 裝備我們會用四件的上位裝 一件的下位裝 那為什麼頭部唯獨是會用下位裝 因為暫時上位裝 沒有一件我覺得是十分合適 所以我們會用上位的頭盔 紅火龍頭盔 介紹這套裝備之前 讓大家看看主要這套裝備的能力值 就是玩加攻擊力和加漢破 我們可以去加攻站看看這幾件裝備 首先第一件就是火龍頭盔 主要是打紅火龍就可以獲得加攻擊力 以及火屬性攻擊力強化 如果大家覺得齊集紅火龍的易倫非常困難 也有第二件裝備可以替補 就是土砂龍的頭盔 土砂龍也會有加攻擊力的裝備技能 但是就少了一個火屬性攻擊力的強化 而上位和下位暫時只有這兩件裝備 是可以加我們頭部的攻擊力 然後到新部了 就是上位的廉幼龍 主要依賴他的裝備技能 有兩點的看破能力 回復速度也有一點的 看破能力加兩點是非常吸引的 而他的生產材料都是很容易入手 就是打龍王和他的小竹 打他的小竹就可以獲得引尾 而打BOSS就可以獲得尚皮和尚毛 而這些素材的吊落率也是非常容易 自己都可以單插上位的廉幼龍 如果大家還沒打到上位的廉幼龍 也可以用土砂龍 也可以加攻擊力和防禦力 但是外觀就非常噁心 所以也不是太建議大家去使用 而再低階一點就有棉狗龍王 也可以加攻擊力 但是就少了另外一個裝備技能在裡面 然後到手部 就會使用合金S 也是上位裝備 但是他就不需要打任何魔 只是靠掘礦就已經可以製造到合金S的手部 他的好處就是可以裝備技能 加兩點的看破能力 和水屬性攻擊力強化 加兩點的看破能力 令到我們的會心率大大提升 除了這隻手部 我們還有其他選擇就是神火裝手甲霸 而這件裝都可以透過前期掘礦就可以獲得 而這些礦石都是透過上位的地圖就可以獲得到 就不需要打任何的魔物 所以入手途徑非常之容易 稍後會說說有些礦物在哪個地圖可以獲得到 然後到腰部了 最重要的裝備就是棉狗龍S腰甲 在上位和下位 暫時沒有一件裝備是可以提升攻擊力兩個level 棉狗龍這件裝備大家是必須要生產的 今天的入手途徑也是非常容易的 直接打棉狗龍王就可以獲得上皮和尖爪 風利的牙就可以打野區的小怪 例如野豬等等就可以獲得風利的牙 主要打上位的魔物為主 然後到最後一件裝備 都是大家必須要生產和最核心的裝備 就是煉鐵S 煉鐵S也是屬於上位的裝備 但是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有加攻擊力兩個level 以及加漢破兩個level 目前來說最核心的裝備 它的生產台也是非常容易的 都是靠掘礦 尖爪骨 尖爪骨也是打魔物就可以隨機掉落 我們看完暫時來說上位和下位的核心裝備 我們就可以講解一下 究竟怎樣可以用比較簡單的方法獲得這一類的素材 而有部份裝備就需要打魔物才可以獲得 而打魔物這一部分就不能避免了 就一定要去打 但問題在於有些裝備就不用打魔物就已經可以生產 那我們就介紹一下怎樣可以生產到這一類的裝備 大家剛剛也看到很多地方都是透過掘礦就可以獲得 我們可以按回集會所任務進階 探索之旅 如果我們要去掘礦 那當初有一個目的地就是寒冷群島就必須要去的 因為生產材料雪光金屬這個礦一定要去這個地區才可以獲得到 上午和下午都是沒有分別的 那我們直接前往任務 那我們進入地圖的時候 我們就去回大地圖 看回詳細地圖 而詳細地圖我們要按圖示清單 再找回我們素材2 點選白色的礦物 這幾個位置就可以獲得稀有一點的礦石 而其實礦石也是一個共通點 就是需要利用到大翔蟲飛到指定的地區就可以獲得到稀有的礦石 其實我們跟著大翔蟲的樂點 不停地飛就可以找到相關的礦石 其實不複雜也是非常容易去找到 假設我們找完想要的礦石 去回任務介面及完成任務 那我們就可以獲得相關的素材 如果大家剛剛到了上位 但有些地圖還沒開發 也可以透過連線系統 開一個大廳接回任務 帶領我們身邊的朋友一起去回相關的地圖掘礦 這個亦都是互相幫助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當我們製作了第一件上位裝備的時候 日後我們再挑戰其他上位關卡 問題性也不會太大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助大家了解 當我們剛剛開放上位的時候 究竟有哪件裝備是第一時間推薦給大家 而製作成本 製作方法亦都是非常之簡單 如果大家喜歡的 歡迎按個like 未訂閱的觀眾可以按個訂閱 或者分享給你們身邊的朋友知道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要請來分享 我們要請有些步驟 會為什麽 我們要請教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